海中皇家庭市议员两年前收到一名陌生卢姓男子 脸书私讯告白提出约会邀请 原本以为不理会对方就会停止 但今年他又出现了 脸书手机里的讯息不是来自爱人的甜言蜜语 是陌生男子的骚扰话语 还越亲越多下从一亲到九 议员不堪其扰报案警方终于抓到人 我非常勇敢 而且其实他在跟我做笔录的时候 其实也是会一直去讨论里面的字眼 这些当然对我都是会有另外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太平分局在短短的六天之内就破案 根据了解涉嫌性骚扰议员的罗姓男子 四十几岁台北人 嫌犯家属结果通知也很错愕 但自家的儿子闯祸也难下陪同他到台中警局制作笔录 事后陆姓男子变称 不知道传这种讯息是骚扰犯法 四十多岁男子涉案 日嫌体留期父母陪同道案说明 陆姓男子透过脸书表达爱意 但造成当事人的不舒服 议员提示何出 要对方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起责任 TVB新闻许李凡的网易台中采访不到